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需要条件的 亲戚之间别交往得太密 纠葛太多就生事端 莎士比亚有句名言 不要把钱借给别人 借出去会使你人才两空 也不要向别人借钱 借进来会使你忘了勤劫 周易最近心里就特别不舒服 本来他以为和自己还算亲厚的舅舅 在前一段时间撕破了脸 不想往来了 周易毕业之后自己开了个小公司 说是公司 其实只有他和一个设计员 最初的确挣了些钱 后来也就是维持正常经营 比打工多赚几个钱罢了 但家里的亲戚听说周易一毕业 就自己开了公司 一个两个传来传去 倒把周易捧得很高 大家都以为他赚了钱 刚毕业的周易也有些虚荣 就没去解释 其实开公司的这两三年 他也就攒了十二万 却每天早出晚归操碎了心 可比早八晚五的打工辛苦多了 虽然公司经营不善 但在亲戚圈里名声在外 舅舅一家找上门来想要借钱 舅舅舅妈进门后 先是寒暄一番 之后就直奔主题 两个人想要置换套房 还差二十万 希望周易能够帮帮忙 周易先是表明自己 其实过得也挺难的 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疯狂 舅舅开口自己肯定是要帮的 可最多只能借十万 舅舅舅妈一听可以借到钱 虽然金额不足 但态度上倒是依旧不错 软磨硬泡的说些恭维话 想要周易多给凑点 十万真的不够 周易答应帮忙想想办法 可心下也是十分为难的 但这样为难 为什么周易还是答应下来 是因为周易小的时候 曾有近一年的时间 是在舅舅家生活的 那时候自己的父母都不在身边 只是被寄养在奶奶家的 家里当时只有奶奶一个人 带着周易 爷爷已经去世多年 有偏巧那时奶奶跌了一跤 摔了腿 无法照顾周易 辗转曲折 周易被送到了舅舅家 虽然周易的父母安约给生活费 但舅舅家当时有两个孩子 再加上周易 依旧忙得手忙脚乱 爷正是因为惦念着这份恩情 周易才会一口答应 把自己的所有积蓄借给舅舅 近几年 周易和舅舅家接触得少 彼此说话还是声疏客气的 周易就和舅舅舅妈闲聊 想买哪儿的房子 多少钱 首付的多少 准备装修成什么样的风格等等 聊着聊着周易越发觉得不对劲 房子首付四十万 贷款二十年 可这首付舅舅准备向周易借二十万 向另一个亲戚已经借了八万 还有一个朋友同意借三万 算下来 舅舅后续需要还三十一万的借款 同时 每月还要还贷三千多 眼看舅舅家的大哥也要准备结婚 又会需要一笔支出 以舅舅和舅妈的工资 很难还得上借款 于是周易想了一下 说稍后先给舅舅转账十万 但是要舅舅先给他写个借条 并在借条里写明还款期限 如逾期拿什么作为抵押物 舅舅舅妈听了这些脸色变了 说亲戚之间用不着这样吧 看周易坚持 就开始指责他忘恩负义 不顾亲情 周易也说自己有难处 创业开公司不容易 挣的都是辛苦钱 两边正说着 舅妈突然的一句话 引起了周易的警惕 我管你一借十万 五年没还探 都没张口要过一次 这才叫亲戚 哪有你这么办事的 有钱了就瞧不起长辈了 听了这话 周易突然出了一身冷汗 想着自己刚刚还准备 帮他们去凑齐这二十万 就后盼 虽然这十万是自己的 可再想凑个十万 自己是万万没有了 只能向朋友借 那要是舅舅赖着不还钱 那债务不就成了自己的 舅舅舅妈还在纠结写借条的事 周易心里已经完全不愿意借钱了 想着自己的十万借出去 眼见是要打水漂 最后周易委婉地请走了舅舅舅妈 嘴上敷衍着再想想办法 心里却打定了主意 他想自己这次不借钱 年节的时候 遇见舅舅舅妈一定要躲着点 不成想把舅舅舅妈送出家门的时候 舅妈回头说了一句 我们是真的着急 抓紧点办 要是戒不成 咱们亲戚也真的没法做了 周易只能苦笑 生活中面对不同的人 我们都有着不同的相处方式 如何应对 如何相处 都要掌握一定的规律和分寸 亲戚之间相处更是如此 当你发现自己在应对亲戚时 可以做到游刃有余 那么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中 或者是和别人交往时 你都能受益 亲戚朋友之间 借钱需要打倩条吗 应该算利息吗 首先对于初借人来说 亲戚朋友之间借钱 是不是应该打借条呢 亲戚朋友之间 借钱需不需要打借条 这个问题要从两头说起 从初借人的角度看 如果你能够借钱给对方 说明你有亲情 友情在 说明你在意这份情感 和亲戚朋友的关系 所以对于打不打借条的事情 要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如果借钱 借的对你来说并不算多 可以不要求打借条 如果借的钱并不多 换句话说 如果你对借给亲戚朋友的钱 能够承受损失 那么你就不要主动要求打借条 反正钱你已经借了 对方还不还 就完全凭良性和个人的信誉了 第二种情况 如果对方借的钱金额比较大 就应该打借条 对你来说又特别重要 那么就应该打借条 因为这笔钱对你同样重要 过去人讲亲兄弟名算账 你已经看在亲戚朋友的亲情 友情给了他帮助 能够借钱给他 帮助他度过难关 所以打个借条 对自己的未来权益 也是一个保障 其次对于借条的人 无论怎样 向人借钱都应该打个借条 如果你是借钱的人 那么应该打借条吗 答案是肯定的 一是如果你是借钱的人 亲戚朋友借钱给你 你要知道感恩 毕竟别人有别人的困难 但是别人肯借钱给你 就已经表示 他对你的善意和善心 所以你要心存感激 对于那些能把钱借给你的人 目前已经不容易了 你要珍惜 二是对于借钱给你的人 你一定要有借有还 遵守你的信誉 作为借钱的人 一定要记住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更重要的是 你要遵守承诺 说好的是借钱 你就应该及时归还 这是你必须要做的 三是对于是不是要打借条 你必须打借条 别人给你借钱 你一定要给对方打借条 一来表示你的还款诚意 二来也是别人向你要求偿还的证据 所以向别人借钱 一定要记住向对方打借条 其三 你觉得亲戚朋友之间借钱需要付利息吗 亲戚朋友之间借钱需要付利息吗 如果你是出借人 亲戚朋友之间借钱就不要考虑利息的事情 你的亲戚朋友有了困难 遇到了难题向你借钱 你有能力给予帮助 就不要考虑利息的事情 毕竟利息多少对借钱的人也是一个负担 但是如果你是那个借钱的人 你就应该考虑支付一定的利息 对方要不要是一回事 你给不给是另一回事 所以支付利息 一是表示你的感谢之情 二是对借钱给你的人也是一种补偿 毕竟由于借钱给你 对方损失了投资机会 理财机会和存款利息 所以给一定的补偿是应该的和正常的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